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今天这个小时 我们一开始就要告诉大家 不动产那个随便买 随便赚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你说真的吗 今天我们就带您看到 这个最具代表性 电视的知名主持人 他曾经买卖不动产好几次 没有赔过的 最近一次的经典之作 当然就是卖掉地宝 净赚两亿元 再砸下去投资另外一个建案 结果惨遭套牢 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带你看进去 还有现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 好几道的佳肴 告诉大家 每一道菜的背后是一个打工仔 摇身一变 变成了年收入上亿元的经典传奇 他如何变成餐饮业的大亨 我们带您一块了解 当然大家要问了 再过几天就2016了 房地合一就要上路了 可以买房了吗 房价看起来不是都冻起来了吗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最近在网路上热议不断的这个话题 很简单 他说温拿不一定要买房 你还是温拿 鲁蛇你硬背了房 不过是个有窝的蛇 这样的说法 你赞成吗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六位专家好朋友 我们一起关心台湾的未来 年轻人的未来 一开始我要请献哥 哇 献哥带我们来看看 过过几天啊 又2016啊 大家是在问说 哎 房企丶有在当中啊 是会买货还是会买货 要告诉我们今天 这个惊天动地的标题 说下去 说那个随便买 随便转 你能带已经过去 这是文字吗 对 正常你说的不对 因为我们过期都认为 时机如果好的时候 秦菜买秦菜台 对 现在时机已经翻转了 美国有一句名言说 当飓风来的时候 连火机都会飞上天 现在火机飞上天 到时候咬了 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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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了咬了咬了 罗币圣诞节的大餐 所以我们来看台湾的经济 因为我们全世界的经济 这个基本民 基本民的东西 它在翻转较慢 是 2008年是全球的金融海啸 到美女多地贝尼 地贝尼就是什么 时间转折 所以我们看 今年我们台湾的GDP 基本面是3.46 所以今年年车 没人敢看败呢 6关的时候越6关 大家都说今年一定3.5 3.7 就一直滑起来 时间转折就一个V型反转 是啊 一直滑起来 结果咧 6月18日而已 马上下修3.35 7月18日下修3.05 8月14日 18日腰斩1.56 10月11日 我们主席就说 导衣有困难 11月12日说 4月纯0.83到0.86 我们看现在所有的看 大家都多少 0.83 0.93 你看看 甚至有人看到0.75 那如果有材料 我们想怎么自己 落水我们自己 大家当然是没有悲观的理由 但是 诚哥 这个资料谁做的 中研院 对啊 所以说这种 这很有公信力的嘛 因为他们看的 他们的素质 跟我们一般小老百姓不一样 是啊 所以他的可信度就很高 是 但是因为这样 经济如果不败的时候 经济开始走得回来 首当其冲的 当然就放地震嘛 过去都说放地震是火车头 现在穿下去也是火车头 对 洪泰来也第一次说到火车头 对吗 你说经济 你就火车头哪火车头 买家的感觉大家很烦恼 是 你港隔 港隔你流埋器啊 港隔有时候 你如果港隔了 港隔了我都不心动的时候 也不一定有买器哦 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个今天 都他们阿姨说的 都不是外面人说的 我们看这个明明正正的素质 台北市跟台北关 已经没看到七字头了 都没看到 以前有七字头 都没看到 成几何时啊 是啊 帮车 你看这台北 新北市的那个 曼哈顿 手上之躯哦 对 对吗 落去13% 那是怎么好啊 是啊 帮车落去13% 应该是最保值的 哎 旗舰物在这个地方呢 是啊 所以说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真正经济翻转的时候 你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抵挡 那一波的下降的那个力量 好 我们现在讲到说 开始下沙的 你看这边说哦 风如果是起来 火车都飞上天 对 热态气旋不见啊 是啊 试一个热态 我们现在看就是新北的板桥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再继续 好 我们来看 这哦 这是公告 嗯 这公告说什么 说 介绍 真清菜 你这是在买的厨 那不是在发芥 菜市那些你买菜哦 没有啦 你经济好时 你吃山丁海味啊 经济败的时候 当然是菜煲今天没加减啊 脑袋補就算不错了 不过他都没什么介绍 还是多少清菜啊 没什么介绍 我们有靠终的去问 对哦 靠终的去问 22.74元 开多少开 1450万 我们拿那个堵起来 63万7 这什么概念 比那个所在减 差不多10%左右啦 减10% 但是这是开架哦 这是开架就已经 自己主动减10% 有啦 这样听起来 有清菜对哦 这个开架有清理哦 是 所以我们来看 因为这个皇帝产的龙头哦 这是李淑女说的哦 是 他说其实过了2000块 10年开始皇帝合一税啦 过去的奢侈税不见了啦 开始怎么说 过去那一些投资客啊 开始要大量推出啊 因为奢侈税的期限已经半了嘛 对 所以很有可能 我们过去说有10万户至12万户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会全部一涌而出 所以你会想到说 那东西拔去你买这些投资客 对 他就派过去 他没要派过去 是啊 他现在时间是搞他要担了 要担有人要接吗 你就要降格啊 是啊 降格万人还是没人要接 要怎么办 哦 断头 断头就沦为法拍哦 所以说可能在明年三月到六月 那个时候 法拍会一大堆 这不是我们的新闻王说 什么听人说的 我来这里奉送 实际说的 中华民国营造工会理事长 理事长说的 而且他说 因为房价还没有到低点 我跟你说 咱关心房市稿界收材 我从来没有一集 看过这么多具代表性的 散播同一种空气 对 空 就像 既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看空了 巴威特有讲一个名言 他说当船要下沉的时候 你不要再祷告了 要赶快跳船 过去也有讲说 有风你才出航 有鱼你才下网 当暗道的时候你要离船 当风洗的时候 不要再起波浪了 虽然过世命时代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 这也是不动产的 仲介工会的记者会 他说过去那种 随便买 随时买 随便赚 那个年代 已经过去了 这句话其实说的 非常非常的重 为什么 你今天是来自于 不动产 仲介工会 买的家人 他没可能落水他自己 是啊 他跟你说出这句话 随便买 随便赚的时候结束了 他闻到了什么空气呢 对 没有 你讲的没有错 因为你本身是业内的 你没有悲观的权利 是 所以我们不是 你说说 买灰 水灰香 买咖啥 说咖啥紅 买油 如果不说好 印刀的死人 所以怎么可能 自己去 自己说买呢 所以自己说买 这代表说 嗯 只要一期买而已 已经三期买做会 已经买到比 乌兜班都买了 他说可能明年 大台北地区的精华 蛋黄的豪宅 5%至10% 如果外卫 可能10%至15% 这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最保守的看法 哎 卖房子的这个团体 把这个数字丢出来 大家要记得哦 5%到10% 更外围的蛋白区 10%到15% 这个素质 你刚才说不对 对 保守 没人让他落水 自己这个数字 恐怕实际的状况会 更坏于他讲的这个情况呢 对 当然一定会比他更坏嘛 因为他本身就是黄仲烈 他一定要看得很保守 看得很保守 讲出来的 当然很可能 现实的市场 会比他更严重 憲哥啊 现在已经出旁了 已经煮车了 伤得洋洋洋 你也以前说 我煮车 我才听到这个 我不特别摸在摸 不 当然会说 要再拍位 但是那个没用 千金难买早知道 其实是可以早知道的 因为你有时候 你看到闪电 你马上就会听到大雷 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的经验法则 我们来看 才有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房产高手 目前是一个主持人 他在两千块一年的时间 在新一日武断的时候 买红洗花园 买完的时间记住 大了有够赞 不但贪大钱 都生生生 这间有什么名宅呢 台北101的这么对面 是啊 起家序 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对吧 到来两千块两年一开始 现在进军到仁爱路了 台北市的那一路 不是中永和的那一路 林荫大道 有买一个旅行叉叉的 他结果他多少 他买之后觉得风水不太好 风水如果不好 晚上就稍微买掉就好了 不用啊 那时候随便买 随时买 随便赚 随便赚 钱再买去 赚多少 一边赚五十万 四千万入贷 八十平 四千万 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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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不用用他 就赚四千万了 都觉得风水不好 想要给他卖掉 还不小心赚了四千万 是啊 你看两千块六年 对 都来两千块四年 干脆进去 台北市 大家梦寐以求的 哪里 当然是地宝啊 哇 地宝啊 地宝不是都是那种 搭汗在买卖的吗 是啊 两百几遍 放下四年要买去 两亿轻松入贷 你看看 红禧花园 旅行叉叉 最经典的地宝 是啊 买买不是输货 逢买必赚 四年赚两亿 这顶买要加倍 两百几遍 一遍赚到一百万 所以有够好谈 但就乘胜追击 当然 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 对 唱起好时 当然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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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起来 唱起来 两亿轻松入购 这件很贵 七楼 十三亿而已 双兵式 楼顶是专董的 两百几遍 两亿轻松入购 那就买了 总奉辉 总奉辉 看是要自己住 或是要买人 买高阶层的金字塔顶端 不然要租 也要租收入 月入百万的高级人士 所以这个建案的 这个决定是 把他过去三四个 房地产买卖的经验 闭齐公寓 一一推到金字塔顶端去 对 把他一生 他所有买房的经验 推到巅峰 这个路上一定要大大地攤 他要攤多这一期 去那我们四年攤两亿 这青菜也要攤八亿 结果 我们来看看 因为房地产这次下来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来不及跑 要怎么 要怎么 我们来看 现在开机 因为那些都同样 都差不多 一亿三千八 这里就一亿三千八 一亿三千八 你多少人买啊 两亿 都含中红下去 对 差不多 我看了这个收集 我是因为说 人家这出来不可能 屏数比较小 你比较基准要一样 你不像这样 屏数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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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等于打几则再卖啊 如果说以他的总投资 进去的话 应该差不多接近六则 因为他有中房 接近六则 那我等于是赔了四成的价钱 那不 那是刚才人家在求寿而已 所以这只是开价 人家都给你划跑来券 再降一点 我们来看看 实价登录 八四三年 我真的要怀疑我的眼睛 两亿元买的东西 最后人家成交 一模一样的房子 同样大屏 是 八千四百万啊 这样算起来要多少 四十六 我才不敢算 你的数学都扣一百分 这这么快算你都会算 很恐怖 当然我们是要跟你说 这间房子 不一定是这个价格 这是邻居买的价格 对 同一个社区 用这样一笔的话 只是会觉得说 这个下烧的力道十足也惊人 对 所以说我们要颠覆过去的观念 过去那种随时买 随便买 不要卖的那个观念 可能要全部颠覆掉 好 我们今天看到了 这个都不是新闻王说 献哥这样划划 划嘴也简单 不是哦 这个是房仲公会 喊出来的一句话 大家真的要给他 听进去 但是这句艳丽 带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现在房仲在铅当了 铅当我们过去都有讲过说 如果说我哪自住的话 有在动我就准备要进场去承接 这样的一个房子 要不然我晚一点点 我不是买不到好物件 对 确实 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头 有提到一个麻省理工的 一个经济学的博士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说呢 穷人为什么变得更穷 是因为买房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观点 提出来之后呢 观众朋友真的是引起热烈的回响 就没有想到呢 随后有一位网友叫做S先生 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他是说呢 建议年轻人现在千万不要买房 这个逻辑大家会觉得 以前我看很多人都靠买房来翻身 结果MIT的这个经济博士 跟我们说买房会让穷人更穷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逻辑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什么 他说现在买房不是好时机 不是叫你永远不要买房 他特别要强调 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 来 拿道理来说服我们 没错 其实F先生要讲的是 选错时间越买越穷 那他文章一开始呢 他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 他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麻雀飞上枝头 也是一只站得比较高的麻雀 并不会变成真正的凤凰 所以我以为 我说离地表高一点点我就变凤凰了 不是的 不是 你的本质还是麻雀啦 同时鲁蛇买了房子 也只是有个蛇窝的鲁蛇 不会变成温娜 好沮丧 这句话我们想都没有想过 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叮嘻叮啊 我们就是要翻转人参变温娜 结果还是鲁蛇 没错 所以他说温娜 有没有房子都是人生生理组 反正他买房或者是继承 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当然他也提出了三大理由 告诉大家为什么他那么坚持 现在不要买房 大家看看 好 第一个逻辑呢 他是说呢 你现在看的房子 两三年前根本不用那么贵 也就是说现在价值一千万的房子 三年前搞不好只要七百万 那这三百万的价差 请问为什么要由 现在的年轻人来承担 只是因为他们比较晚 波露社会 只是因为他们比较晚 毕业或者是他们存钱 速度比较慢吗 我告诉你就是 这双黑市的 社会不正 社会很新 晚三年出来 这三年房价就被炒高了 对 没有错 也许观朋友觉得 他的论点是比较情绪化 但事实上也反映了 某种程度的一个现实层面 第二个他提出他的理由 跟逻辑是 反正未来房价也涨不太动 那我现在多存一点钱 我的头期款或者是缴房贷 比较轻松 那特别是他提出一个现象 大家也都知道 那现在其实已经是 所谓的一个买方市场了 跟前几年比较前了 前几年几乎都是 投资客在炒房 对 那很多人就担心说 万一我出价出的比较慢 我就抢不赢投资客 因此我就乱买 或者是立刻出价 就买了之后就很后悔 发现不是喜欢的房子 或者是不适合自己的房子 这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人家以前说过去 为了去抢那个房子 你真的出了高价 就买了一个瑕疵满屋 现在风逆着吹啦 对 所以你慢慢选 慢慢看 慢慢挑 反而会适合买到 自己适合的一个房子 所以这个逻辑 其实非常简单 今天你快 干嘛快 我快房子 它又不会涨上去 你在怕什么呢 所以你越等 它反而慢慢慢慢 还可以下修 重点是你等的时候 你可以做很多事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开始攒你的头期款 对 头期款可以越存越轻松 同事啊 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很有意思 也顺便请教俊向 买房子究竟是 头期款多一点比较好呢 还是贷款多一点比较好 你也认为我更困难 当然是头期款 存多一点好 没错 那第二个问题是呢 你发现房子有缺点是 看房子的时候 发现比较好 还是真正买了 搬进去住才发现比较好 你搬进去你就来不及 我如果先看 我就绕过去了 我就不踩地雷了 对 所以俊向的答案 相信就是一般观众朋友的答案 那也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现在慢慢看 慢慢选不见得呢 现在一定要立刻进场 不及现在哦 对 不及现在 不是告诉大家永远不能进场 而是不及现在 好 第三个 他提出来的观点是呢 他说房子其实是 超高单价的一个商品 所以一旦跌了 真的可以省大钱耶 这当然是的啊 没错 他就对照了一下 这个油价 其实最近不是这个破新低吗 那我们台湾的油价 也是顺势有一个调价 可是呢 这个调确实 大概有一点点小小的 但是你跟房价比较起来 那个价格 其实落差还是很大 那特别是呢 到底这样房价 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当中 我们究竟可以省多少钱呢 F先生也很细心 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 好 假订呢 假设我们锁定的是 1000万的一个房子 那么所有的一个成本 算起来 头七款 归费 服务费等等 大概是230万 那假设有一对夫妻呢 很认真的存钱 想要买这间1000万的一个房子 你得先涨到这230万哦 你去哪里存 没错 所以他很认真的存 第一年存20 第二年存30 等等等等 六年下来 总共存了270万 我跟你说 这种存法呢 就是说 我都不懂投资 我也不知道 怎样理财的工具 我就求我步步高升 乖乖听老头的话 在公司里 慢慢的存 慢慢的存 存六年存到了270 终于够了 不不不不 俊相 表面上够了 可是恐怖的事情是 你270万扣掉 230万的一些 相关的成本 就只剩40万对不对 问题是你要不要买家具 你要不要装潢 40万根本不够嘛 更不要说贷款的利息 也很惊人哦 因为它的利率 我们假设是用最低的 1.8%来算好了 20年本息平均摊还呢 你总共要给银行 是高达953万 换句话说呢 光是利息的部分 就是高达153万 每个月要缴的房贷快4万块 压力其实也不轻哦 所以我在讲说 2016房地核一定不开戏啊 你有开始便宜的房子挑 几块草你如果杀进去的话 大概就是蓝色的这一块 这些条件都跑不掉的 没错 那我如果再等一等 可以等到好一点的条件吗 对那我们假设 当然就是说 现在大家对房价下跌的这个幅度 到底是多少没有标准答案 可是我们用比较悲观的一个数字 假设房价是跌三成 一千万的房子变成七百万 房价跌三成 我还说 刚刚房仲工会是说 跌跌15% 但是这个三成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是我们之前 其实也是业内的专家 他们悲观预估 我们就拿30% 下去来算下面的公式 好没错 那这个时候你的投期款呢 就只剩下140万哦 当然你的贷款也因此会变轻嘛 你每个月只要付2万7 换句话说你每个月 光是贷款的部分你就省了1万2 那你手上的现金也变多了 那手上现金变多 加上这个跌价等等 加起来你总共是现省352万 这352什么概念各位 就是现在冲动进场买房的代价 没错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352万 真的是很大一笔钱 所以F先生下了一个结论 房价下跌的趋势已经确定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这两年租房子 看房子存投期款而变穷 反而是因为你现在立刻冲动冲进去 买房子房价下跌了 你反而变得更穷 好 燕丽 大家会想说 你不许大家给我 不要急着买房子 我当然要就租嘛 边租边等 可是问题是我如果展到说 我行有余力 我就是很痒 我又不买 我就怕被人买走了 且慢 燕丽这个故事 你先来看看 他比较有实力 还是你比较有实力 人家都能等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等 对 这个故事是一对夫妻 有零性夫妻 他们是在高科技公司上班 这对夫妻收入真的很不赖 一年年薪是超过200万 是不是 200万是double income 两个家庭 一般家庭的收入 对 没有错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200万应该购买房子 但是他们决定 还要再等等 目前房子 对你来讲 桌上的一块蛋糕 200万如果要去买的话 OK的 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逻辑 他们说 他们现在是在新店租房子 是23平的一个房子 扣掉公寿之后 室内是18平 两房的一个格局 一个月的租金 1万5 其实这算 对他们来说 是很轻松的一个负担 加上停车位4千 大概是2万块有找 那林先生就说 为什么要租房子 为什么坚持租房子呢 因为事实上 他们家中成员 只有他们这一对夫妻 加一只猫 那所有的固定成本 油钱 重费 然后吃饭等等 一个月家庭的总支出 也不过6到7万块 是不是 所以你还有10来万的 这个闲钱放在口袋里 就买一间 你也是桌上的一块蛋糕 不不不 他觉得说 既然闲钱存下来 一年可以存一个人的年薪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出国去玩 提升生活品质 自我进修等等 他们都觉得 不想影响到生活品质 而且林先生说 他跟老婆讨论过 我们大概存到600万 真正可以买房子 因为我们刚才也算过 买房子 头期款 装潢家具等等加起来 真的要600万 所以他存到600万的时候 他就会考虑在同一个社区买房 这个会有一个make out 我时间砸下去了 我600万慢慢慢慢 我会存得到 然后房价可能也慢慢向下 修正到一个合理的地步 没错 他反而因此省了一大笔钱 好了 那我们也帮他分析 如果他真的现在就要买房 现在就要买房 会怎么样 他的情况是如何 好 以我们他现在租房子的地方 来看的话 他的这个周边的行情 是一坪要58万 对 那我们刚刚说 他租的房子是二三坪 换算一下 他总共要花1334万 那再加上车位200万 他总价大概是1500万左右 那以这个自备款三成来计算的话 大概要自备460万 这不是小数目 对 等于你每个月的房贷 他要还5到6万 对 好 可是呢 如果你继续租房子的话 一个月才2万块就打死了 所以对林先生来说 当然是租房子比较轻松 还可以维持既有的生活品质 年薪200万的这个家庭 尚且如此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应该 再缓一缓 现在真是一个好时机吗 来清黄 我们在新闻网里面 我们曾经touch过一个话题 就说如果你是自住的话 那当然进去买 你管他怎么跌 你就是不会卖嘛 你不是靠这个获利 你不就是应该杀进去吗 为什么现在反而应要停看 听说现在不是时候 你赞成这样的观点吗 当然不赞成 之前有人一直说 自住没差 自住没差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也进去 自住还是会差很多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温拿就算他今天套牢了之后 了不起就是账面数字受点伤 头痛几天的温拿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鲁蛇一旦套牢之后 我跟你讲 你郡相你觉得他会变成什么 如果照MIT那个经济学博士来讲的话 我可能让你整个倾家荡产 没错 他就变成什么 变成永久的鲁蛇嘛 就一鲁一鲁 鲁到底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就是房价会跌是趋势 这已经形成了 让大家不用讨论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你知道 让房价会跌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三个总统候选人 都告诉你说要盖所谓的社会住宅 而且户数是多少呢 户数有20万户 那20万户里面在双北有几万户 有12万户 只租不卖啊 所以这12万户如果市出来的话 我干嘛不等他出来呢 没错啊 所以你听得很清楚嘛 你看我们现在的空户 在加那12万户的社会住宅 你觉得对市场压力有多重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我跟你讲最重要是什么 明年开始景气状况 其实会很不理想 而且是遍及各行各业 这从我们出口数字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只有一两个行业 是普遍每个行业 大部分的出口都衰退 然后接下去就会从出口的这些 搞出口的转到什么 转到其他搞内需 搞服务业的 因为他们可能面临什么 面临失业 面临裁员 面临减薪 接下去他消费降低了 就影响到这些搞内需的 所以景气状况不好的时候 等于是什么 雪上加霜 所以你看到这整个大环境 对房市就是很不好了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跳进去自杀呢 好 我们跟大家再强调一件事情 等一下来说到嘴到全部 不是个人不购买的 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还是多看 多等待 等待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但话讲回来 你得涨到你第一桶金 头细款总是要吧 我现在眼皮底下这几盘菜 一直提醒我一件事情 有一个人曾经是打公仔 他靠着这一盘一盘 让人垂涎欲滴的菜 他翻转了他的人生 炸华就要来告诉我们 打公仔怎么样变成 年薪破亿元的 这样可怕的一个传奇 郡相 你有没有想过 六日的时候早上一起来 好不容易睡晚一点 九点十点了 这时候要吃东西了 但是吃早餐有点尴尬 晚了 吃午餐又有点太早了 这时候有个好东西来了 什么东西 叫做早午餐 什么是早午餐 早午餐就是我们现在摆在桌上的这些 看起来很丰盛 对 有生菜沙拉 有蛋 有培根 有意大利面 有炒饭 有海鲜 有主食 阿哥 生鲜蔬食都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多少钱 一大盘的话大概300块左右 谁吃这么贵的300块 都已经冻涨薪水了 郡相 你真的是LKK 你知道年轻人辛苦了一个礼拜 好不好六日你叫他拿300块 悠哉悠哉的吃一个那么丰盛的餐点 这叫做小确幸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般人听到早午餐 你会想说有哪些店在卖早午餐 其实我相信蛮多人会想到一家店 它叫做二楼 不在一楼不在三楼 就是二楼 二楼啊 对 你知道二楼这家店 现在全省已经开了八家分店 营业额我们帮他推估大概有3亿元 如果用餐饮业大概出估25%的利润来算好了 这代表说这些店 一年可以赚到7500万左右 这样子的餐厅 那你应该就是闲着金汤池出身的 然后开了一间很厉害的店 然后不断不断复制成功的经验 拿来这儿讲给大家什么启示呢 是不是俊相 你一听到说 我可以全省这样开了八家店 明年还要开第九家店 一亿而可以到三亿 这肯定是富二代才做得到嘛 他可能也很厉害 他阿爸阿母一定也很厉害啊 我跟你讲 偏偏就不是这样 不是 偏偏完全颠覆大家的想象 就是因为背景完全不是如此 才能创造所谓的餐饮传奇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一盘一盘佳衙的背后 都是一个打工仔翻转的人生 对 我们来看 二楼的创办人叫什么 黄宝氏 他今年35岁 那二楼创办的时候是八年前 也就是他只有27岁的时候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 像这样的人 是不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或什么餐饮科很厉害 都不是 他是念光武工专机械系 而且他还没有毕业 他是异业 所以一个武专机械科 没有念毕业 然后我们一直讨论了3K 你嫌张嫌危险 你也不去做 这样你居然可以翻转 变成一个餐饮大亨 他不但不做 而且你会想到说 他可以这样子 是不是背后有父爸爸 父妈妈 并没有 他从国中开始就去当一个打工仔 领那种非常微薄的时薪 来应付自己的学费 这国中就去当打工仔 就有缺这笔钱吗 你应该好好念书吧 其实也没有那么欠 我们来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国中毕业的时候 考上哪里 考上木炸高工 不错 现在我们都讲说 技职教育才是怎么样 他不完 对不对 才是王道 毕业后立刻有工作 可是当他16岁的时候 妈妈就问他说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他居然跟妈妈说 我想要的礼物叫做 请你让我去打工 你打什么工 你才16岁 对 妈妈也认住了 16岁 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 可是也不需要这样吧 你要打什么工 是 他说妈妈 我要去麦当劳 可以吗 你要吃薯条买给你 你去麦当劳打工 对 可是他就跟妈妈说 反正将来也是要出社会 也是要体验 工作 经验 是 我早点体会没什么不好 妈妈一开始也是皱着眉头想 我这小孩怎么了 可是他在转念想说 好 小孩子有不一样的想法 可以吗 成全他 是 陪他去麦当劳应征 面试过了 实心才65块 16岁的小孩子 跑去麦当劳打工吗 走去打工 第一个月薪水6千块 你知道他拿到薪水的时候说 超棒的 我跟你讲 我宁愿每天都不要休假 我天天都要来麦当劳打工 拜托 家里有欠这6千块吗 妈妈也觉得说你每天不念书 想要每天打工 这样将来会有出席吗 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16岁的少年 他的眼睛真的看到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他看到什么 例如说他说麦当劳很严谨 他有个所谓的SOP流程 好 假设你今天要上薯条台 要去榨薯条 对不对 你要先洗手 是 洗手要超过20秒 而且怎么戳 怎么洗 这是有一套规定的 拜托 有眼睛都看得到 这个有什么好特别拿出来讲呢 是啊 有的员工就觉得 我还觉得很烦 你看我洗20秒 5秒钟就洗好了 还要怎么戳 他就想 不是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着迷 因为你这样戳这样戳 原来每一套这样流程下来 出餐才会有效率 才会一致化 客人那么长 排那么多 才会一直戳 一直戳 钱才赚进来 真是特别 所以他看到你看不到的细节 人家觉得烦 他觉得越看越有兴趣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已经有 跟别人不一样的状况 那他做了三年 时薪呢 从65块升到 86块一小时 等一下 做三年 那对外公说16岁去做 做到19岁 我跟你说 你不如好好地读书 去展出你的专业 你学机械 学模具 学车床 你的行情会越跌越高 你跑来学这个 搞不好月薪5 6万以上 是啊 时薪86 可是俊相 还是鼓励一下啦 65到86 三年他也是涨了 三成的薪水 表示什么 他做得还不错哦 有受肯定哦 这个时候 不过这小孩子脑筋又一转 他就想说 我好喜欢看电影 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 一直看电影 一直看电影 都不用去做别的事情 你看 小孩就是心不定 滚石不生胎就像这种 麦当劳你做后后 你已经升上去 86块一小时了 你又要去看片子 如果很多的父母 看到这个故事 这个小孩求贾啊 对不对 什么东西你都做不定 对啊 感觉看片子会有什么前途啊 对 他就去哪里 去了百事达 这真的是可以看片子 看到宝 因为他们老板就要求说 你要跟客人哈拉嘛 所以每一支进来的新片 你都要看完 你才知道里面演什么 才能推荐给客人嘛 对 很多员工说 我不是每种片子都喜欢看 我只喜欢看武打的 你还叫我看文艺爱情片 对 我都想吐了 可是对啊 他觉得很开心耶 我就是爱看片子啊 免费看到宝耶 你不要当老弟弟 研究人家洗手洗几秒 这个地方 你要不断地先看片子 又去跟客人聊天 会不会再浪费时间啊 他觉得没有 第一是看电影 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对 第二 他可以跟各种客人聊天 婆婆妈妈啦 上班族啦 学生 他都可以哈拉好久 客人也租得很高兴 所以呢 他做了三年之后 他从一个打工展 已经变成培训副理哦 时薪现在是130块 这130块 跟麦当劳这个86块 是五成的涨幅耶 时间过得很快 两年的光阴就过了 你看 麦当劳他做了三年 做得到哦 然后百事达又做了三年 升到了副理培训 他终于脱离打工仔 待下来了吧 是不是 你觉得他现在 这个小孩子好像有点成绩了 对 没有呗 他不想做了 又不做了 他想回去端盘子 一点在想什么啊 这小孩 超奇怪 对不对 而且他的理由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幼稚耶 他跑到一家很知名的 叫Frioday 一个美式餐厅 他在前面说 你看这个红白箱一间好漂亮哦 他们服务员穿的衣服 也很漂亮耶 我觉得他好朝气哦 我想要去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我去端盘子好了 你前面已经都快要被培养成 百事达的副理 结果你要跑来Frioday 端盘子 端盘子 时间降回一百块 结果经理过了四十分钟 都没有出现 搞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经理就觉得 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他来闹的吧 他写那么厚一叠履历要干嘛 我在旁边观察他 他搞不好只是随便来玩玩 可是看了四十分钟 他就很坚定地坐在那里 没走 经理说 这个人是真的想来我们这边打工 所以就录用他了 那录用的时候 很开心端着盘子 一边唱歌一边很热情地打招呼 坐了几小时之后 他说天哪 怎么那么累 因为美式餐点都好大一份 盘子又很重 他心里面突然有个念头就冒出来 要是以后我开店 这种出菜流程一定要注意 等一下 你还是打工仔 你已经想到你要开店 是 有一颗种子埋下去了 他说得到的是 我如果开店 我要改善这个流程 我出菜可以更快 我的员工也不会这么累 而且我的餐点要一样的丰盛 我跟你说 他要够出天哪里 我觉得他越来越正经 你看每一个工作 他呆得住都做三年三年 现在来这个地方 130块他也不要 他来领这个一个小时100块的 开始在想 当老板我要怎么改善他 没错又做了三年 而且做到一个吧台领班 可以帮大家做调酒了 做 bartender的工作 而且为了把调酒做得好 每天一下班到大安森林公园干嘛 不是耍猴戏哦 丢瓶子 做健健的 很厉害哦 练得一把照 这时候他又跑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没想到的 他去建设公司 过水了半年 哇 我搞不懂 你不是想当老板要开餐厅 你跑去建设公司干什么 是 他去建设公司之后 他就觉得不对啦 我刚才就想说 我要当餐厅老板了嘛 所以我要来创业 快点 有几年让你挥霍啊 是 可是过去那些工作 薪水说真的都不高 那要口口怎么办 没有什么经费 所以他就小本创业 第一次创业创什么 他就想说我是 bartender嘛 我就开一家小酒吧 卖调酒 可是当了很快就倒了 请问哦 谁会来这边喝杯调酒就走 肚子空空啊 你怎么卖酒谁要来啊 他就想说 哎呀我技巧好 可能卖的东西 没有填饱人家的肚子 是 第二次创业 我一定要填饱大家的肚子 烧骨头 大碗 怎么说呢 他卖99元的小火锅 99元就便宜了 对不对 还附赠一杯500cc的珍珠奶茶 哇 暖你的胃 还让你喝免费的珍奶 很过瘾啊 饱不饱 饱 饱 要不要来吃 来 大排长龙 从早忙到晚 而且你知道吗 他有僵直性脊椎炎 是 所以他每次忙到回家的时候 就简直快要瘫痪了 可是做几个月 他发现不对啊 扣掉我自己的薪水的话 我一毛钱都没有赚 我以为听到这个地方发达了 到了人生的一个隧道口了 没想到还继续跌跌撞 因为利润太薄了 这时候 他决定策略都错了 等一下 跌倒了两次 应该把他打趴了吧 是 但是他就觉得说 不 这些都是我的养分 我知道怎么做生意了 我现在要做一个 可以让大家吃得饱 可是又有一定的品质 大家会一来再来 而且排队又会让我 赚钱的好生意 所以他就去贷款 贷了两百万 还找了一些股东一起入资 决定来卖美式早午餐 哇 他也太跳通了 这我认为是 叫叔拔大 他做得来吗 他可是发下重事 那一年他27岁 他说这笔钱真的太大了 如果输掉的话 我35岁之前 我都不能有任何的娱乐 我都绝对不能谈恋爱 我也不会结婚 我也不会放假 因为这笔债会把我压到 每天只能工作而已 这什么意思 这有些卧薪尝胆的意思呢 没错 所以他就开了我们所谓的 二楼早午餐餐厅 那你会想说 这家餐厅是不是会跟前两次创意一下 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行吗的 状况完全相反 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他不是过水了半年的建设公司吗 对哦 对 他说建筑的外观和装潢非常重要 所以我刚才还在想说滚石不生 他你滚到哪里去了 没有一个资历是浪费的呀 对 而且他还说这个地方是住商混合 对 所以为什么白天会有那种商办的人来吃 是 晚上会有住户来吃 对 一整年都会有人来吃 而且每个人看了就会停下来看看 走进去 这是成功的第一个要求 他那种川流不喜啊 那第二个要求就是跟他在美式餐厅打工有关了 他的餐点搞得超复杂 这个饭的大忌 怎么会变成成功的经验 你厨房要怎么备菜 你要怎么准备啊 先看看 光是他的所谓的招牌早午餐就有十几种 十几种里面呢 还包括什么配菜有牛排 意大利面薯条蛋 通通混在一起 几十种的组合 他说的这些都有 意大利面在这些 你看这是班尼提克蛋 他里面还有好几种蛋 光是蛋听说就有 煎蛋啦 煮蛋啦 双面煎啦 半熟啊 出菜的时间顺序都不一样 对 为了克服这件事情 他特别请一个人 这个人什么都不用做 他只要负责说话 这么好赚啊 那我也要去 他看到单子之后 他就跟工作台 每一个人喊话了 包括尖台 砸台 炒台 不同工作台 喊话说 现在有什么餐 什么餐 过一会他开始盯了 到底出好没出好没出好没 因为效率很重要 八爪章鱼 看来我们做不来 对 可是等他餐出来 他也看这排排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好 请送菜员送出去 他只负责站在那边出一张嘴 所以餐点复杂 而且非常讲究时效 我不会让客人等太久 开玩笑 因为这个排队的店 一个人用餐时间才两小时啊 你出餐超过半小时 客人就跺脚了 所以他控了一个人在那边 控制这个出菜的流程 那第三个要求是什么呢 当然是干净嘛 这很基本吧 很基本对不对 可是对他来说 要求可归毛了 他当然会说 这个碗啊 你们员工敢自己用 客人才敢用 这很基本对不对 那当然啦 但是他告诉你 有一个碗很特别 什么碗 这个碗洗得干净 这家餐厅才合格 所以成功的秘诀 在这个碗 什么碗决定他的生死呢 等一下回来 继续说给你听